登飞来风 送代王安时 飞来风上千寻塔 闻说鸡鸣见日生 不畏浮云遮望眼 自圆身在最高层 宋仁宗黄幼二年 王安时在浙江银县当支县 任期结束后 回到江西临川故乡时 途经杭州写下这首诗 这也是他进入仕途早期的作品 当时只有三十岁 正值壮年 报复不凡 正好借登飞来风 一书胸义表达宽阔的情怀 飞来风顶有座高耸入云的塔 听说鸡鸣时分 可以看见太阳升起 不怕层层浮云 遮住我远眺的视野 只因为我站在飞来风顶 登高望远 心胸宽广 登飞来风 送代王安时 飞来风上千寻塔 文书鸡鸣 见日生 不畏浮云遮望颜 自圆身在最高层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